昨天虽然同样受到美股暴跌的冲击 但是最后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 收出了一根开低走高的红K棒 已经终止了日K的连三黑 同时收在9619下跌48点 跌幅0.5%是金钱守住9600点大关 但是月线在昨天确实以跳空的方式来跌破了 成交量在昨天下跌的过程当中 大幅度的增加到了1201亿元 我们来看到金融指数 也是逆势的收高 收在1124.6点 上涨6.61点 涨幅有0.58% 成交量放大到61.93亿元 而电子指数则是下跌了5.13点 跌幅1.33% 成交量扩大到了840.35亿元 值得关注的是在昨天三大法人合计 单日对于台股也已经是连续第三天的卖超 而且从画面当中最上方的外资卖超幅度的扩大 也可以看出三大法人的卖超金额也跟着扩大 最主要就是来自于外资在昨天大卖超了114.73亿元 一口气 单日相较于在前一天的部分就增加了81.67亿元的卖超金额 连三卖越卖越多 同时昨天的这一天将近115亿的卖超的金额 是三月份最大卖超金额 也是今年的第二大 而国际资金在昨天大举卖超了台股115亿呢 盘是接下来真的要悲观来看待了吗 有外资指出呢 以目前台子期仍然是进多单5204口 加上了新台币的汇率呢 昨天盘中还进阳1.21角 虽然说尾盘呢 小幅度压回到小扁作收 从这些指标来观察呢 尚未有明显汇出的迹象 而乍看之下呢 外资昨天卖超台股这么庞大的金额 将近115亿元 但是我们要看到这当中的重点是在于 光是台积电这档个股就卖超了6.78万张 占这档个股单日成交量 昨天成交了15.71万张的43.16个百分点 而以台积电昨天的均价145.84元来估计呢 外资昨天光是从台积电就提领出 大约98.95亿元 也就是台积电一档个股 就占了昨天外资卖超台股金额的 高达85%以上 而台积电受到的传闻 是遭到了抢单的利空消息的冲击呢 ADR经先重措了超过5% 在昨天正式台股开盘之后呢 引发出现了爆量大跌了3.64%的走势 成交值爆出237亿多元 占台股成交总值呢 超过两成的比重 并且创下了台股史上的第五大个股的成交值 至于呢 在本土法人的部分同步站在卖方 在自营商我们关心到自行买卖的部分呢 也已经是连三卖 在昨天卖超了3.52亿元 而投信呢 更是已经是连续9天卖超台股 同时在昨天扩大到了18.10亿元 合计三大法人不包含自营商 避险的部分呢 是卖超了136.4亿元 也一口气增加了将近85亿元的卖超金额 而据昨天台股旗呢 又相较于整个现货出现比较弱势的走法 下跌了77点 收在9611点 因此出现逆价差10.12点 外资多单空单 在整个台股旗的变化都不大 我们看到进多单小幅度减少到了5204口 自营商的部分呢 多单跟空单都是同步的增加 而进步为小幅度的增加到维持是在进空单的态势 而前十大交易人当中 我们来看到昨天的多单减少了200口 而空单呢 则是增加了2000口 进步为由多翻空 而要关心到的是非特定法人的多单 虽然说有减少 但是至少还保有1200口的多单 因此前十大法人当中啊 这个多单小减空单大增 在整个期货的筹码的部分 还是偏空的发展呢 在选择权的部分 先来看到买方的部分呢 买进选择权的部分呢 外资小幅度是偏空的方向 而卖出选择权的部分呢 同样是小幅的偏空 而前十大交易人当中呢 在买进跟卖出选择权 都是小幅偏空的操作方向 所以呢 在买进的部分是偏空 卖出也偏空 因此呢 整个选择权的筹码都是偏空来发展 而Poco Ratio这个代表 庄家心态的卖权买权的未平仓比呢 在昨天一口气 大幅下降了7点多个百分点 因此接下来整个庄家心态 是转为更加的保守 也是值得持续关注的 外资呢 前天在贵买市场 小幅卖超之后 在昨天又重新回到了贵买市场当中 单日买超了5.64亿元 买超的族群 包括像是太阳能 IC设计族群等等 也让贵买指数的跌幅 是稍微的出现止血 中场只小跌了0.34% 相较于外资呢 昨天在集中市场大举 卖超了115亿元来比较之下呢 外资的买超 也让贵买指数 是守住了月线的关卡 而近期台股是位在高档震荡 尤其呢 下个礼拜将进入清明长假了 节气变盘的说法 在盘面当中再度的出现 不过我们来观察近10年的台股走势呢 清明节前后台股上涨的次数是居多的 我们来统计清明节前10天跟5天 大盘上涨的几率达到了8成跟7成 而清明节之后的一周呢 大盘上涨的几率还是有7成之多 而平均涨幅0.87% 继续清明节之后的一个月 大盘上涨的几率有6成 平均涨幅2.8% 这样的统计的数字呢 提供点做参考 最后再度的提醒观众朋友们 虽然说昨天 大盘呢是爆量下跌 外资也出现近期的 明显的大幅度 卖超将近115亿元 但是台积电一档个股卖超 占了8成6的幅度 其他14%呢 才是真正外资的卖超 而大盘昨天呢 下跌48点作收 但如果说单单台积电一档个股呢 就贡献跌点高达60点 因此呢把台积电的跌点扣除掉之后呢 大盘其实呢是不跌反涨了有12点左右哦 加上反而在齐全的操作部位的变化 并没有太大明显的变化 操作上是不是因为外资 昨天一天的大幅度的卖超 就进一步的进行持股的杀定呢 这或许你需要值得加以多加观察跟留意的 下个广告